第131章 最后交卷的两个人 笔在雪白的纸上行走,就像人在沙漠里行走,时而发出沙沙的声音,时而无声无息。 招文殿里仿佛瞬间多了很多棵桑树,养了很多残。 陈长生握着笔,认真地解答着卷上的问题。 他的笔在卷上喂走龙蛇,认真地写着,一笔一画,认真到甚至有些拘谨。 因为拘谨,看着便有些紧张,实际上他的心神很放松,自幼读过的无数文章,像风里的落叶,在他的脑海里不停地掠过。 看着题目,他便从落叶里轻轻地摘下一片,照着抄写便是,哪里需要做长时间的思考? 需要思考才能得出结论的题目,暂时还没有出现。 已见的数章试卷里,还没有超出道藏范围的知识考核。 出题目的教室,暂时也还没有展现出超过无数前嫌的智慧。 不远处的苟寒石,割下笔揉揉手腕,然后继续行卷。 神情平静放松,仿佛是在离山书斋里问书做笔记一般。 招文殿内一片安静,只能听到翻阅试卷的书写的声音,偶尔会听到一两声咳嗽,那代表着紧张。 就在这个时候,谁都没有想到的事情发生了,有人提前交卷。 当然不是苟寒石,也不是陈长生,他们的笔刚刚落到纸上开始书写。 作为文士最被看好的人,至少得把所有的提卷全部都做完吧。 最先交卷的也不是轩辕破,文士不存在淘汰,如果真的不擅长,干脆便直接放弃。 唐三十六是这样对他说的,这也是很多学院老师或者宗派的长辈对弟子们说的话,这便是所谓的经验。 如果稍后武士和对战表现极好,哪怕完全没有文士的成绩,一样有希望进入三甲。 提前交卷在每年的大潮市里都很常见,但今年有人提前交卷,依然让人们感到非常吃惊,因为现在时间还太早。 最先交卷的人,正是陈长生一直留意的那名单一少年。 那少年连卷子都没有看,更准确地说,当提卷刚刚被发到他的桌子上,他便起身拿着提卷向主考官的位置走去。 这和弃考有什么区别?这就是弃考。 往年大潮市里,即便有很多像轩辕破这样的人,秉持着前辈和师长们传授的经验,会直接放弃文士,但总会想着要给朝廷和国教留些颜面,至少会在考场上熬过半个时辰之后再交卷。 那少年却是毫不犹豫,一开场便直接弃考,显得完全不懂人情事故。 考生们看着他的背影,很是吃惊,也有人流露出幸灾乐祸的神情。 想着考官对于这样的考生,就算不会当场发作,也不会留下任何好印象。 那少年走到主考官的坐席前,将提卷放到桌上。 那叠厚厚的提卷自然是空白的。 由朝廷和国教派出的庶民主考官盯着这名少年,沉默不语,气氛有些怪异。 一名教士打破沉默,寒声地说道,你确认要交卷? 那少年容貌清秀,最大的特点便是一双眉毛很细,很平,看着就像是一条直线,偏偏并不难看,只是显得有些冷漠。 听着那名教士问话,少年的脸上依然没有什么表情,问道,不行吗? 说话的时候,他的细眉微微挑起,显得有些厌烦,似乎非常不喜欢和人进行交谈。 他的声音淡得像冰,语调平得像荒野,语速很慢,就像是一个字一个字的往外蹦,就像是很久没有开口说话一般。 那名教士微微皱眉,有些不悦地说道,按照打潮室的规矩,提前交卷自然是可以的,不过,没有等教士把话说完,那名少年说道, 我教卷,语速依然很慢,语调依然很平,情绪依然很冷,表达的意思很清楚,意愿很坚定,那就是,没有什么不过。 那名教士看了眼控白的提卷,不再多说什么,另一名主考官厉身的训斥道, 你现在已经进不了二甲,但凡有些羞耻心,也应该感到惭愧,居然还表现得如此得意,真不知道你的师长是怎么教的你。 那少年依然面无表情,没有回答这句话,他没有师长,他来参加大潮室,只是为了参加对战,他要打败所有人,尤其是那个白地成的小姑娘,再次告诉自己,自己才是最强的,至于大洲朝廷和国教评选的首榜首名,他根本不在乎。 稍后,有人带着少年离开招文殿,去武士的场地,店内数百名考生看着少年渐行渐远,眼神有些复杂。 狗寒时隐隐猜到少年是谁,神情变得有些凝重,装幻雨微微挑眉,神情依然平静,眼睛深处却有些不安。 半个时辰后,陆续有考生交卷,那些考生被官员带离招文殿,沿着离宫里的神道走了很长一段时间,便来到了武士的场所,招阳园。 招阳园是离宫东面一大片园林,春河景明之时,无数片草地绿得如阴如海,无数树木带着幽幽的森意。 陈文鸟鸣,木棺取水,风景极为美丽,此时寒冬刚过,春意初至,草地微黄,但景致依然是很迷人。 大朝市的真正意图是什么?替国教和朝廷选拔人才,为天书林悟道设置门槛。 是的,这些都是,但大朝市最终的目的是要挑选,然后培养出越来越多真正具有天赋的年轻人。 为与魔族之间的战争,储备后续力量。 魔族的单体战斗力太过强大,人类和妖族只能靠着数量的优势,才能苦苦抗衡。 从千年之前开始,人们便意识到,只有培养出更多的真正意义上的绝世强者, 才能在这场战争里获得真正的压倒性的优势。 在修行的漫漫道路里,通幽是最重要的那道门槛,只要过了这道门槛,便会成为人类世界关注的重点, 但年龄也是非常重要的参考值。 一个30岁的作照上镜,对于人类世界的重要性,远远不如13岁的作照出镜, 这是谁都明白的道理,不然就算你800岁的时候,终于进入了巨星境, 却已然游进灯窟,再也没有可能进入最高的那些境界。 对这场与魔族之间的战争有什么意义? 所以,就像天机阁颁布的天地人榜一样, 大潮市最看重考生的潜力与天赋,看的是将来。 天赋与潜力,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回事。 只不过后者比前者要多一些主观能动性方面的因素, 合在一起表现出来的便是能力。 武士便是大潮市实现自身目的的最直接的手段。 徐友荣、洛洛这样的天才,他们拥有的血脉天赋是天生的, 不需要也无从考察,但能力可以被考察。 首先是神识强度,这决定了考生定命星的远近, 决定单位时间内修行的效率,其次是真元数量, 这关乎考生的勤奋程度,以及对天地的感知效率。 考生们在官员的带领下,走过昭阳园,来到最东面也是最深处, 他们没有看到最早交卷的那名少年, 只看到了面前约两人高,被修剪的极为平整的东青灌木丛。 有些京都考生知道,这片绿意盎然的树林的来历, 才明白今年的武士竟然是这样的内容, 不由的在心里发出无声的哀鸣。 不提准备参加武士的考生,面临着怎样艰难的局面。 招文店里的文士还在继续,有的学生咬着鼻尾,脸色苍白, 旺服随时都可能昏倒,有的学生在寒冷的初春天气里, 竟然汗流满面,身上冒着淡淡的热气,场间气氛格外压抑。 今年的文士题目太难,设计的知识面太多而且太深, 远远超过前些年,再如何绞尽脑汁,终究人力有时穷, 不断有考生在与出题者的战斗里败下阵来,提前交卷, 然后招文店后不时会传来哭声。 主考官以及教师们的目光越来越多地落在狗汗石和陈长生二人的身上, 二人仿佛毫无察觉,继续坐着提卷,手里的笔没有停顿过。 随着时间的流逝,招文店内只剩下了十余人, 大部分席位已经被撤走,场间更加空旷冷清, 就连剩下的人也已经放弃了最后几页题卷的解答, 开始认真地检查前面的答案, 希望不要出现不应该的失误。 狗汗石和陈长生还在答题, 初春的太阳从地平线挪到正中, 还在参加文试的人越来越少, 就连天海甚雪和怀悦那四位年轻书生都已经结束了答题。 狗汗石和陈长生还在继续沉默的答题, 他们这时候已经达到了最后一页。 店内的主考官和教师们再也无法安坐, 纷纷离开桌椅,端着茶水来到场间, 因为担心影响二人答题,所以没有太靠近。 隔着一段距离光看着这一幕大潮室里极难出现的画面, 没有人发出任何声音,脸上的神情越来越精彩。 这些年的大潮室,从来没有人能够把文室的所有题目做完, 因为文室出题的人都是离宫里经言道典的老教士, 那些老教士或者修行境界普通,也没有什么诠释, 但一生埋首于固执堆,知识渊博至极。 他们习惯在最后几页题卷里写些最难的问题, 来证明自己的价值。 那些题卷让这些学识渊博的老教士自己一人单独来答都极为困难, 更不要说那些来参加文室的学生。 苟寒石号称通读道藏, 陈长生现在也有了相同的赞誉, 或者正是因为如此, 离宫里那些博学的老教士被激怒了, 今年大潮室的题目要比往年难很多, 尤其是最后几页题卷, 更是今生片门到了极点, 就是想给苟寒石和陈长生难堪。 主考官和那些教士们很清楚, 今年文室的内幕, 此时看着苟寒石和陈长生居然达到了最后一页, 竟似乎能够把所有的题卷全部做完, 自然震撼无比。 天海慎学已经交卷, 他站在殿门处, 回首望向殿内依然在答题的苟寒石和陈长生, 皱眉不语。 作为天海家自有前途的继承人, 他从来没有放松过对自己的要求, 但最后那几页题卷实在太难, 他想不明白苟寒石和陈长生为什么还能继续答题, 难道双方在学识方面的差距真的有这么大? 怀愿书生倒数交卷, 按道理应该足够骄傲, 但看着场间依然在持笔禁书的二人, 他们无法生出这种情绪, 对于学名在外的苟寒石, 能够坚持到现在, 他们并不意外, 可他们认为那个叫陈长生的少年, 肯定做不出最后几页题卷, 定是虚荣心作祟, 不肯离开, 脸上不由露出嘲讽的神情。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 安静的招文店里响起衣媚与桌椅摩擦的声音, 议论声与隐隐的躁动再也无法压抑, 从偏东面的位置响起, 苟寒石结束了答题, 站起身来, 几乎同时, 西面也传来桌椅挪动的声音, 整理题卷的声音, 人们向那边望去, 只见陈长生把提卷抱在怀里, 正准备交卷, 安静重新降临殿尖, 苟寒石和陈长生隔着十余丈的距离, 静静对视, 然后微微躬身行礼, 从终身响起, 他们第一次看见彼此, 当然, 他们一直都知道彼此都在。 文事就此结束, 招文殿外的静音大阵撤去, 如浪般的声音 涌了进来, 来看大潮市的民众, 被拦在很远的地方, 即便如此, 声音依然是传到了场间, 可以想象, 此时那里该有多么热闹。 看热闹的民众, 此时已经得知了文事的具体情况, 知道狗寒石和陈长生 竟然最后交卷, 竟然把提卷所有的题目都答完了, 不友好生兴奋, 纷纷喊僵起来, 两个通读到藏的年轻人 最后一起交卷, 那画面想着便令人神亡。 狗寒石鸣满天下, 是文士守名大热, 很受世人的尊重, 但毕竟是个来自南方的年轻人, 陈长生虽然因为与徐友荣的婚约, 以及那场秋雨的事故, 得罪了京都所有年轻男子, 但毕竟是周人, 在这种时候便成了京都百姓的代表, 周人的骄傲, 竟有大部分民众是在给他喝彩。 狗寒石和陈长生听不清楚远方的民众在喊些什么, 接过执事门递来的手巾, 在清水盆里打湿, 洗了洗脸与手, 整理了一番, 在官员的带领下走出了招文殿, 很明显这是他们二人独有的待遇。 走到神道前的青树下, 狗寒石向他问道, 周虽旧邦, 其命为故, 这道题你怎么看?